刺到你的內臟,斬頭,吊頸,那些都是死的 那麽原來這一種的聰明就是中文和羅馬人一樣有 羅馬人想到最恐怖的刑罰就是很久都不死 爲什麽他要你很久不死,除了要你受盡痛苦之後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爲什麽想你很久都不死 讓人家看到你 那麽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可以釘十字隔 你都通常在哪個地方來釘? 市集中 廣場 很多人 我們現在想像,或者有時候看那些傳統宗教話 十字隔各他山上,在山上遠遠,有三個十字隔 然後很遠的人 不會的 因爲羅馬人釘十字隔的原因就是想你個人都看得到 你不想看也要你看到 所以那些一定是在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那些地方 那些兵商的人一定要經過 而且不會在高高在上 因爲他想你看得一清二楚 想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一定是普通人的高度 就在那裏扔完 就是逼著你們做生意要出入城 一定要經過那個地方 你很害怕你也要經過那個地方 第二 是不會 他知道這種刑罰恐怖到那一段地步 羅馬人都很明明 他不會將這種刑罰 是加之於在他自己的公民的身上 所以羅馬人犯了殺人罪 他們可能只有死 但是他們不會真實自隔 可能很快手 一刀斬下去 那些 還有另一種的羅馬人很喜歡 我們看電影 看奔駭 那些 Charles and Heston 那些戲 那些羅馬人喜歡有些什麼活動 就是賽馬車和鬥獸場 那鬥獸場很明顯是遲早是為獅子 賽馬車呢 賽馬車是危險的嗎 我們以為好像我們韓國會香港 我們以為香港是快會谷 快會谷賽馬 原來不是的 我下星期會給大家看 在甲薩利亞那個賽馬場 原來賽馬車是兩輛鬥的 怎樣鬥法 怎樣才贏 不是誰快一點點贏 而是鬥到始終有一輛死為止 有些刺出來的 所以他們什麼方法都出來了 所以那些沒有誇張到 即是日生把劍出來 巧他 所以如果那些羅馬人是看電影的 他們真的買電影去看 你會不會蠢到派自己的人去鬥呢 他們不用自己的羅馬去鬥 所以鬥車的那些 那些開車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奴隸 所以兩個馬主 他就派他的奴隸去賽馬 所以奴隸的出氣是很準的 在歷史上 因為奴隸是陸弟來的 他就效忠於他那個主人 羅馬的主人 所以他賽車厲害 不死得是因為他很厲害 但每次都有一個人死的 而且他們最刺激 最興奮的就是看這個車 散開的時候他們都跳起來 今天來到慶祝 所以如果今天在Hollywood Bowl 或者在Fansadena Arcadia 那裡 Santa Anita 如果一個人說 你嚇到我請你去看 就一定有人死的 都很多人 阿健就一定去看 要立刻問我 對 我想很多人都要看 人性來的 人性 所以羅馬人是真的 真的一樣 我跟中文人都相似 他們覺得很刺激 所以我稍後會給你們看 那些照片 最正 最貴的位置 就是剛剛轉彎 轉個好 急個彎的率 十成九大 在那裡死的 那個位置就最貴了 就是這樣 釘十字架 要釘多久才會死的 你猜 我們沒有 要流血就流死 我們猜會釘多死 我們有什麼資料 知道嗎 你猜猜要多久 24小時 雅細休息就知道 爸爸就雅細休息